我們這次在香港的拆展 差不多是蘇菊尼先生最好的拆展展出 最多藏品的 全日本手刮了 全紐約的手刮了 來最後一節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更加要珍惜時間 就跟陳智思先生講M Plus 因為M Plus 剛剛上一節也有講過 其實是一個全港的角色的帶動者 因為十四五區之下 香港是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要做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M Plus 應該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帶領者 我這樣說 其實不單是M Plus 應該是整個西九 而西九 今天比較多人開始認識到 有M Plus 還有故宮 香港故宮 當然還有 之前就有喜曲中心 有Free Space 將來還有幾個設施 包括很快去20... 還有一個就是起源的 希望在2024、2025 應該開到 就是Lyric 舞蹈 然後下去就有 Music Center 不過我們賺錢 沒有錢就起不了出來 還有很多Broadway Theater 陸續來的 還有公私合作那一塊 所以其實整個西九 今天大家看到 只不過都沒有去到一半 還有很多 所以回答你 Cathy 當我們整個西九 差不多可以說成形的時候 我肯定告訴你 是整個區域性的首日一指的 就是文化的地標 分分鐘是全世界 不過我先不要說這麼大 肯定是亞洲區 其實今天這兩間博物館 建議是世界級的了 但是你世界級就不是只有一兩間館 這麼簡單 比如你去倫敦去紐約 你不是去一個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船 你愛過柏林的博物館島 兩天都走不走 所以那個是一個吸引性 當然 為什麼做到中西文化呢 就是我們裡面的藏品是什麼 比如剛才你說M Plus M加 我們裡面很多都是當代藝術 又有全中國最多的當代 中國當代藝術的藝術品 都是我們這裡的 收藏 當然還有其他地方 區域性 全世界性 不過就是以中國當代文化的藝術品 就是我們最多了 全世界 變成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對話 怎樣和全世界對話 故宮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故宮的前主席 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角色不是單單在銷售中國的文化 其實我們裡面都有些外國的展出的作品 很喜歡那些主題 其實就算故宮裡面的展品 同一天空底下 同一時空下 都會找一些可能天空博物館的展品 又一起同時間去展出 就真的來過對話 因為其實大家都明白 今天很多在政治爭拗 大家很多好像很熱 但你看到文化上 其實不是今天的事 講講幾百年 甚至一千年 那個文化也在這裡 有一個交流 所以其實我想扮演的角色 就是希望讓多些人明白到 比如說我們當然希望 透過香港這個平台 對外更加多些人了解到 中國的文化 但同一時期 我們都想在這個場合 也都去認識外國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其他區域性的文化 這個才是我們香港的角色 怎樣能夠做到 可以剛才你說到 Kathy 中西 East and West 加上也有一個香港的地方 包容性 有不同的文化 都可以在香港的地方 同一時期去展出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長遠做到 透過我們西九裡面 其實這個角色 不可以說只是單是西九 全香港 不過當然你說的量 地標 那一定是西九 因為這麼大的地方 但你剛才去回到我上一節所說 大館都做到的 所以整個香港做到 不過就以西九為最主動力 因為它真是主打來的 這麼大的地方 而且它裡面 我們用公帑花這麼多錢下去 我們的級數是世界級 今天全部都是世界級的場地 和世界級的拆展和展出 德天獨校隔壁是高鐵站 全面開通的時候 全國的人 三小時生活圈都整個華南 都來回一天都會來看展覽 最近那次草家離生的展覽 我開幕裡都看到陳志思 去支持 其實這一類亞洲級的 那時候疫情都在發生著 所以海外遊客是不是難了來 所以現在我都很希望盡快 因為我們草家離生 都是去到四月尾的 我希望多些人能夠 絕對可以再三個時間 希望盡量爭取 但是接下來還要繼續很多 首先之前幾節都說了 我們M家是有自己的藏品 我們當然會不斷展出 但是我們需要找一些新的特別展覽 為什麼呢 例如剛才說的草家離生 Kusama這些 他不單止是吸引海外 而是吸引本地 所以如果令到觀眾群 繼續有新鮮感 香港本地 我不是說遊客 遊客就可能 他來看我們自己收藏的 都很滿足 但是如果你令到本地的觀眾群 甚至那些已經來過的人 海外那些 他要再來 那你一定有些特別展覽 所以Kusama 所以我們不斷地要找資源 找資源 要去展出新的一些特別展覽 譬如我們2023年 就有一個特別展覽 這個宋淮佳 這個女士 一個傳奇人士 我之前其實不認識她 這個很重要的展出 2023年 另一個就是我們的希克獎 2023年 我們很多不同的新的展出 會幫到一些 無論是本地的觀眾群 再來 或重新去我們的館 甚至在海外的那些吸引她 比如說譬如我老實說一句 草鑑尼新的Kusama 他的品牌真的很厲害 印了貼紙也賣了錢 所以他會突然間 香港人會立即想到 咦 香港有Kusama 就會考你來香港 所以剛才回答這個問題 不單止說中西文化這麼簡單 尤其是對香港今天面對 在疫情之後 如何重建香港的品牌 我覺得根本就是靠他吃飯 因為人們沒有理由 除非你做生意 做生意的人自自會來香港 一般遊客 他們有這麼多地方 他們不會選你來香港 主題公園也來過 也不會來的 再加上今天遊出門 還不是這麼簡單 還是複雜的 坐飛機又貴 什麼都不方便 但是有Kusama 不單止是Kusama 我不是最專家 很多認識草鑑尼新的愛好者 告訴我 我們這次在香港的拆展 差不多是草鑑尼新最好的拆展展出 最多藏品 全日本的手掛過來 我不是他最熟悉的粉絲 但是我據我聽的粉絲 每個人都可以摸過來 因為真的不容易找到這樣的 所以這個品牌效應 會幫助不單止是西九 或者是中西文化 而是整個香港這個地方 如何重建我們這個國際 都會很重要 讓遊客可以來重新認識香港 因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我們香港有個西九 也不知道有什麼叫M Plus 但是他來到見到我們之後 我肯定他們會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宣傳 所以我很期盼我們今天 如何重新由西九開始 去將遊客回來 做生意的那些就會回來 因為他是不是都會回來 只不過就是遊客的話 我覺得做生意之餘 也可以多些商業運作 絕對是 私人銀行家可以在那裡宴客客 接著行個私人參觀團 都是一種商務以外的藝術 我經常都說 你去紐約 那些人去紐約不是單純去賺錢 去到紐約 我有最世界級的博物館 有世界的broadway show 每個人去到那幾天 不只是去吃東西 不是F&B 他還有這些文化 所以倫敦是一樣的 你去到倫敦有很多去看剛才那些 看歌劇 所以我覺得香港將來都是行這個 要令到香港的競爭性提升 保持在和倫敦紐約的級數 你一定有文化的氛圍 所以以前說真的 我們沒有的 現在就行了 要靠陳志思繼續幫忙 在大館 Mplus 西九各方面繼續努力 今天我們小股市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多謝陳志思 多謝大家邀請 拜拜 拜拜